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一張照片釋放特殊政治信號 川普的好消息 機密文件案 法官下令推遲審判 習訪歐之際發署名文章 牆內牆外兩重天 對抗中共 德軍展開前所未有最大軍事行動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8日星期三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一張照片釋放特殊政治信號 正值習近平協夫人彭丽媛訪問法國 遭遇抗疫之際 香港星島日報發布彭丽媛任軍委兼職的照片 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為 中央軍委干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彭丽媛 來校調研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 評論人士杜正在上報撰文說 星島日報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 不是有些來自中共黨內的獨家爆料 背後有中共權鬥放風的影子 彭丽媛的照片必然是有習當局授意 至於背後具體是誰指使 就不得而知 彭丽媛到底有沒有軍職新任命 從官方信息中是查不到的 因為中共軍方的人事調整 近兩年早就已經不做正式發布 杜正還說 上個月下旬 習近平視察陸軍軍醫大學 原來的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 中少軍沒有現身 船方永祥已接替中少軍 擔任軍委辦公廳主任 而中少軍已調任國防大學政委 準備升上將 對這些可能是事實的異動 官方並沒有任何說明 也是透過《星島日報》和《通社》這類中共的大外宣報道 這些情況 反而讓彭丽媛獲得新軍職 有幾分可信 有人說 習可能會像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計劃傳位給女兒一樣 也打算傳位給女兒習明澤 但神秘的習明澤 據說與習關係並不融洽 且從未進入官場歷練 不太可能接得了班 反而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 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 彭丽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 彭丽媛如果日後掌權 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 這可能是習自己現在也憂心的事情 當然 在習近平之後 彭丽媛可能也沒機會接班了 按目前中國政局往下走 習掌權越來越專制 亂政平出 麻煩越來越多 中共這艘破船也經不起折騰 可以想象 習一死 中共爆發內亂就不可避免 習等於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干净世界頻道文昭談古論金的博主文昭認為 一星島日報的背景 在如此敏感時期刊登這樣的文章 似乎是奉命放風 目的是把這個半真半假的消息炒熱後 在反向輸入回牆內 看社會各界的反應 飛天大學教授 干净世界頻道天亮時分博主張天亮認為 彭丽媛進政治局最大的障礙不是黨內軍內有人抵制 其進入政治局或者中央軍委的最大障礙是時間上來不及 川普的好消息 機密文件案 法官下令推遲審判 法官艾琳·凱農下令推遲對前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涉及機密文件的審判 理由是審前準備需充分時間 凱農取消了原定5月20日的臨時開庭日期 並未決定新的審判日期 他指出 存在無數且相互關聯的遇審問題 認為倉促審判將是輕率且不合理的 這意味著 封口廢案將可能是川普在11月總統大選前唯一面臨的刑事審判 川普在海湖莊園保留敏感國安文件一案中面臨40項聯邦指控 均表示不認罪 特別檢察官史密斯希望大選前審理此案 但面臨障礙 凱農尚未就幾個關鍵法律問題做出裁決 並在某些問題上支持川普 此外 川普因涉嫌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在喬治亞州也面臨訴訟 他的律師正努力推遲其面臨的四起刑事案件 川普聲稱 這些法律案件具有政治動機 是民主黨人的政治迫害 旨在阻止他2024年競選並再次入主白宮 習訪歐之際發署名文章 牆內牆外兩重天 北約轟炸中共駐南聯盟大使館25週年之際 北京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協調的宣傳活動 今年這場轟炸的紀念日 正巧遇上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塞爾維亞進行訪問 5月7日 習近平在赴貝爾格萊德之際在當地的《政治報》發表署名文章 提及了該事件 這篇總共13段的文章裡 只有這一段和當年的轟炸有關 並且出現在倒數第二段中 文章的大部分內容圍繞中國和塞爾維亞之間的貿易合作 和中國在疫情期間對該國提供的醫療物資 習近平還呼籲兩國在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 美國之音報導 中國日報 環球時報 新華社等中共官媒 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布了大量關於習近平此次訪問塞爾維亞的內容 但都未提及1999年北約對當地中國使館的轟炸 而同樣是將這次報導的重點放在了經貿合作和民間交流上 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引用了貝爾格萊德一帶一路研究所主任的話說 塞爾維亞和中國每天都在加強他們之間鐵打的友誼 這種友誼把兩國的工業 大學和文化遺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不過 在中國國內的社媒上 大量官方控制的帳號和媒體發布或是轉發了與當年轟炸有關的內容 一張最初來自民族主義新聞網站觀察者網的圖片在微博上頗受歡迎 收獲了超過5萬次點贊和近7000次轉發 圖片裡是冒著黑煙的中國大使館並寫著1999、5月7日中國人不忘記幾個大字 該圖片配套的熱搜話題 1999年5月7日中國人不忘記也在微博平臺上流行起來 截至北京當地時間5月8日凌晨 該熱搜話題收獲了超過5000萬次的閱讀和2萬次的討論 並登上了微博熱搜榜前50位 在相關貼文的評論區裡 不少網民留下了民族主義言論 一位微博用戶寫道 血債血長 無非早晚 對抗中共 德軍展開前所未有最大軍事行動 週二 七日 德國國防部長鮑利斯皮斯托里烏斯宣布 德國派遣兩艘軍艦前往印太地區 以強化該地區的存在並支持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 這一行動是對日益緊張的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局勢的回應 這些地區的緊張局勢對貿易航線自由構成了壓力 皮斯托里烏斯在威廉港海軍基地表示 德國不能接受對基於國際規則秩序的缺乏支持的情況 他提到 南中國海大約40%的歐洲外貿貨物必須通過此路線 保障這些水域的航行自由至關重要 儘管德國與中共保持密切的貿易關係 德國的這一舉動顯示了其維護航行自由和國際法的承諾 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納·貝爾伯克在訪問新西蘭時強調 和平通行的權力同樣適用於台灣海峽 此外 德國海軍的行動不特定針對任何國家 而是為了保護所有國家都受益的國際秩序 此次派遣標誌著德國自2020年推出印太政策以來 其在該地區行動的增加 顯示德國對印太安全的日益關注和參與 感謝會員朋友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您的每一份鼓勵 我們都銘記在心 感謝各位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平臺關注我們 鏈接在視頻描述中 再會 恭喜你 詞 資格通人 期待在國際上 邁為人稱為 您的鼓勵 長